一辆从东爪哇省万南梦开往四水普罗博万级的列车 昨天在南渡阿贡的横交路段与一辆迷离巴士相撞 导致11人死亡4人受伤 这辆开往万南梦四水普罗博万级的火车 昨天晚上19点53分左右 在东爪哇省南渡阿贡的横交公路段与一辆小巴相撞 造成6人当场死亡 5人在送医的途中因为伤势过重身亡 另外呢有4人受伤 目前人在社区卫生中心接受治疗 路马江警察局的局长罗一表示 警方目前人在事发线上寻找其他的伤者 警方目前人在社区卫生中心接受